9月28日 鸿海取得SLB认可年底前发行挂牌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接下来三天是中秋连假 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现在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因为口诀而卖出 什么清明变盘、端午变盘、中秋变盘、长假恐国际有变、现金未亡、入代未安等 这些口诀就是要让散户频繁交易 这样政府及券商才会有交易税及手续费能赚 三大法人也是希望散户一直在股市中买来卖去 这样他们才能在低档布局、高档整理 然后全力出货及灌杀 最后再让散户人踩人 三大法人不只会在台股 他们是全球股市都会这样玩 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件事 自己在台股抄底或满仓买进后 发觉国际股市怎么一直跌 然后台股也跌 道理很好懂 外资群台股卖一卖 自然晚上欧股 美股也会卖 当欧股美股大跌 这样又能去影响隔天台股也下跌 很多散户在没有买进时都不会去观察这个现象 当他们买进后 虽然会注意 但他们因为买了很多 整个部位都在赔钱了 所以就很难客观地去分析整个局势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战场的指挥官不能在最前线和敌人厮杀 因为只要指挥官在最前线 当下作战的情况就会让指挥官无法看透整个局势 影片第一段来看一下鸿海取得SLB认可年底前发行挂牌 鸿海是一家全世界竞争力一流的公司 所以永续经营一定会是鸿海的目标之一 鸿海已经成立50年了 上市的这35年间 连续获利及配息 一开始如果你在鸿海刚成立时买进 这时还在快速成长期 其实也没有人知道最终鸿海会成为世界一流的公司 毕竟很多中小型公司都是死在半路 我投资鸿海的想法很简单 我就是在鸿海成为世界第一时买进 这时一定是具经济规模 虽然无法快速成长 但还是可以稳健的成长 这时买进公司其实是最安全的 一般的公司分成快速成长 平稳及衰退 目前鸿海处在稳健成长的阶段 所以会配出5元的股息 如果是快速成长期 鸿海为了要成长 一定就是会保留大部分的现金 未来如果鸿海开始出现不会成长 这时就会和广达、伟创、元宝 和硕及中华电信一样 会赚10元配出8元这样的情况 大家应该了解为啥我会选鸿海 而不去选中华电信了吧 鸿海未来可以走的路还很长 稳健成长期过后还会有略位衰退期 这时就是公司配出很多股息的时候 只要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 那能投资鸿海的时间还很长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高股息ETF 经乱向11月起序公告收益分配组成 最近高股息ETF的乱象 还是会有专业投资人及主管机关看不下去 我很早前就一直和大家说高股息ETF 半年配、即配、每个月配的问题在哪 很多散户以为我是恶意攻击ETF 其实稍微动一点脑 你就会知道现在高股息ETF的问题在哪 最近主管机关修法了 11月就会开始生效 未来大家就会看到这些乱象消失 现在ETF股价多上涨的 还有投资人多拿到的股息 未来你就会通通都吐出来 想要做中长限价值投资的话 原理就很简单 你一定要直接投资公司 不能让ETF多赚一笔 而且你一定要知道公司一年能赚多少 不论你是直接投资公司或透过ETF投资 唯有公司赚给你的 这才会是真金白银 才是能持续的获利 那种靠凭准金或是一开始炒作股价差价得到的 未来全部都会还回去的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吸收加分享 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快速成长 如果有做中长限价值投资的人都会了解 股市本来就是会起起伏伏 当你投入的资金量不同时 你的自我心里面压力会不同 唯有持续的强健自我心里面 这样才能让你拥有更大的财富 最近外资群卖了3700亿 自营商卖了1800亿 很多股票的价格都出现了修正 这时就能看出一个人的自我心里面是否健全 我投资红海四年半了 目前我对股价是无感 不过很多人现在会觉得很煎熬 我说过 只要买进有价值的公司 时间就能为你化解风险 三大法人为了要低档布局 之后高档出货割韭菜 他们一定就是要让散户在贪婪及恐惧之间来回 想要让散户有这两种情绪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股市出现剧烈的波动 所以记得一件事 只要你做中长限价值投资 你一定会遇到行情好及行情不好的情况 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 每一个人都是从持有一天 一周 一个月 一年 三年 五年 十年而来的 如果一开始你不确定自己的自我心里面是否健全 你可以透过资金配置 以我来说 我一开始布局红海时 花了半年才把自己的本金都买完 接下来薪资 奖金 股息再投入 接着个人信贷 股票直接再投入 过程我就是花了四年半 个人信贷是在第二年使用的 股票直接是在第三年及第四年使用的 这样布局是最稳健的 有一些人直接在第一年就全部有的杠杆都开 一开始他的自我心里面压力比较大 但四年半过去后 他赚的钱的比例就是会比我多 看你自己的情况去做调整 以目前红海的股价位阶来看 其实股价不会让你受到什么重伤 现在大部分都是散户自己在那眼内心戏罢了 我说过 我只能分享一些例子去健全你的自我心里面 最终你自我心里面能多健全 都是看你自己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红海取得SLB认可年底前发行挂牌 二 高股息ETF经乱向11月起需公告收益分配组成 三 吸收加分享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快速成长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77.29亿 投信买超台股32.81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18.1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62.6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增加1835口 期货留仓空单1084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6900口 今天台股成交2545.63亿 上涨43.38点 涨幅0.27% 收在16353.74点 电子上涨2.85点 涨幅0.36% 收在798.12点 金融上涨2.7点 涨幅0.17% 收在1621.42点 今年以来外资群累计仅剩下买超2亿元的台股 近三个月以来 外资群合计卖超了台股3730亿 自营商卖超1853亿 既然外资群及自营商卖超这么多 自然股票通通都是散户买走的 当外资群及自营商卖得差不多时 他们自然就会制造恐慌 毕竟现在就是散户持有股票 动不动就让指数下跌 看散户会不会人踩人 近期台币也贬到了32.3元 有一些炒汇的资金是会撤出台股 毕竟他们会害怕汇率赔了 这样他们之后换回美金就会赔钱 当看到台币持续走变 自然也会有一些预期股市会下跌的外资群 法人及投资人会先卖 之后等到台币贬得差不多 散户也认赔时 他们就会买回 当三大法人买得差不多后 他们又会和散户说 台币贬值对电子业是好处 可以增加营收 毛利率及获利 现在股票还在散户手上时 就不会和散户说这件事 很多散户进到股市中 就在三大法人这一波中的 一买及一卖中把钱都赔光 明明今年以来台股还是上涨的 但很多散户却已经赔到心灰意冷 不是要去定存 不然就是买美金 还有一些会去买什么高股息ETF 近三个月下来 投信买超台股985亿 这些大部分都是散户去买什么高股息ETF 不然就是买半年配息 以及配息或是每个月配息的ETF 尽管会已经修法 11月起这些高股息ETF 要把配出的钱清楚的列出是哪来的 散户就会知道 其实所谓的高股息仅是梦一场 一些人还在那沾沾自喜高股息配好多 股价涨好多 这些ETF正在做的是很简单 一开始就是用凭准金及股票差价配出高股息 之所以会有差价原因在于 很多ETF一起去炒一些族群 不然就是某一些ETF去炒中小型股 当把持有的中小型股股价炒起来 ETF股价自然就会上涨 一些散户还以为自己赚到了 那些ETF发行商单纯就是拿散户的钱去追中小型股罢了 未来散户就会知道痛了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法营巴黎 买了980张 第二名的是花旗环球 买了652张 第三名的是元大内湖 买了335张 买第四名的是港商业村 买了321张 第五名是永丰竹科 买了223张 买第一名的台湾摩根 买了3473张 买第二名的是国泰综合 买了1908张 买第三名的是国票敦贝 买了1162张 卖第四名是凯基 卖了407张 卖第五名的是统一南京 卖了339张 今年苹果高阶手机卖得很不错 红海的股价也还在静止附近 外资群因为波段获利了结 打算把台股指数打下去 让散户在那人踩人 最终他们可以再去重新布局一轮新的循环 为了把指数打下去 就持续地卖红海 这样的策略也不算是错误 毕竟外资群看的是整体 现在外资群在期货也布了不少的空单 现在虽然贱卖手上的红海 但是期货是可以获利的 未来只要让散户人踩人 在做新一轮的布局又能赚很多钱 散户就是在这么简单的局背影走了钱 这种策略外资群不知道已经重复了几十遍了 我都看到不要看了 有一些自我心里面很弱的人 看到红海股价下跌 然后就在那院天有人 其实他一来是看不懂外资群的玩法 二来是他不懂得用资金配置及时间化解风险 如果投资红海你都能输 那你就赶快滚回火星 地球是很危险的 连这种必赢的投资都能玩到输 我也是征服了这种人 今天红海成交21573张 股价平盘 收在104元 外资群卖超1911张 三大法人卖超2184张 仅三个月下来外资群卖超台股3730亿 卖超红海8.8万张 目前外资群持有红海水位来到39.7%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如果外资群不买回持股的话 那他的股票一定是会越来越少的 会这样的道理在于红海股东 拿到了734亿的股息 就算仅有三分之一的人买进 这样也有二十几万张的买盘 外资群持股从40%卖到39.7% 这样大概是卖超5万张 如果外资群很坚持的一直不买回来 而且打定主意要把红海压制下去 那外资群手上的持股 应该在明年的今天就会小于39% 外资群手上的这39.7%持股 也不是完全是可以卖出的 很多就是国外政府的主权基金 或是国际基金 不然就是国外ETF 这和台股中的劳暴 劳退及0050 0056等意思是一样的 现在0050及0056持有红海 他们也不可能毫无理由就卖 以0050的规则来说 就是市值前50大 红海就是台股市值第二大 所以0050不可能无缘无故 就把红海出清 而0056是高股息ETF 红海的股利率约5%左右 这比0056里面一堆持股股利率好 所以也不会忽然被踢掉 想要卖红海 那也要一记得某一天公告才能卖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外资群持股39.7% 然后就还有这么多股票可以卖 真的就是太天真了 接下来外资群要卖 也很难拿出什么像样的股票能卖 前一阵子融资应该是赌苹果新机开卖行情 结果行情是赌对了 苹果15高阶手机热销 但偏偏就是股价没有涨 所以最近红海的融资快速的在减少中 三个月下来外资群集资营商卖了5500亿 近期外资群集资营商更是猛起来卖 融资应该是觉得外资群集资营商偏空 所以应该不会有上涨行情 所以就开始止损 之前我说过 融资的利率6.5% 时间不会是你的朋友 就算你看对行情 外资群或法人也是能透过筹码去影响短线股价走势 如果时间不是你的朋友的话 你就会像融资户一样被逼着止损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我买了红海 今年我拿到股息买在105.5到110.5元 今天红海股价收在104元 短线看起来我是赔钱了 不过当初我在买进时 我就知道红海的净值是多少 一年能赚多少 我就是认为值这个价值我才会买进的 所以股价跌到104元也好 103元也罢 这对我来说不会有啥影响的 我就眼睛闭着放6年 我100%是稳赢的 我就当保单 当定存的放 外资群 法人及主力能耐我何 每年我有股息及净值增加 我开心放10年 20年我都能放 这就是时间是你朋友的好处 昨天有看到一个说自己107元买 其实你买到今天 红海已经真金白银赚了几元了 虽然股价下跌 但这不会影响到红海的价值 但如果你的自我心理面弱 107元买 然后104元卖 一买一卖成交易 这样你就是赔了3元的差价及0.5元的交易税及手续费 明明红海的基本面及产业面不变 而且赚了几个月的钱了 结果你却会因为股价下跌而建卖手上持股 这时买到的人 他就是用104元买到股票 而且还赚到了你持有几个月时 红海真金白银赚到的钱 如果你的自我心理面不健全 你很容易就会在股市波动中出局 当你买进一家公司时 其实你应该是基于基本面及产业面进去买 而不是股价涨了多少或是跌了多少 常常看到说自己110元买 116元买 现在跌到104元自己赔多少 但你要记得一件事 你买进到现在 红海的基本面及产业面完全没有变 变得仅有股价及你的心 这就是我常常在强调的自我心理面 有一些人觉得我常在说中长限价值投资三要素 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理面 觉得听到都会悲乐 但很多人却没有真正的内化到自己的心中 有内化的人 就是买了红海后就是躺着准备赚钱 投资红海你是100%用时间就能稳赚的 这一点没有人敢去否认 新闻说 红海28日取得贵买中心可持续发展连结债券 SLB 资格认可 成为今年首家新取得SLB资格认可的企业 预计将在年底前发行及上柜挂牌 依据红海SLB计划书 本次选定之KPI包含文式气体减量 及取得并维持各场区废弃物零填埋UL2799经级 或更高等级验证 并以科学基础减量目标倡议 SBTI 设施1.5度路径 及高于行业平均水准之比较基准设定目标 落实永续经营等于EPSCISG的经营理念 红海本次委托资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担任评估机构 其评估报告指出 红海SLB计划书符合贵买中心永续发展债券作业要点规定 及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可持续发展连结债券原则 未来SLB发行上柜后 红海将每年公开揭露其KPI最新表现 且相关数据皆需经评估机构验证 投资人可便利取得透明公正之资讯 有效追踪红海永续绩效表现 贵买中心表示 SLB是将企业永续发展目标连结 至债券本息支付条件的永续发展债券 因此投资人投资SLB不仅可落实责任投资 亦是支持实体经济永续转型的最佳实践 网友Angela Huang说 谢谢A大 最近同事还取笑说他买00929都领比红海股息多了 我只能说各有各的看法 祝福他 为消弭ETF凭净乱象 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周召集业者开会后 火速修正ETF资讯申报办法 未来ETF必须公告收益分配组成占比 不能只公告股息金额 以提升收益分配资讯透明度 新规定自11月起生效 高股息ETF 指数股票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 近年来大受投资人欢迎 成为不少投行公司重点发展项目 而台湾投资人对高股息ETF的关注度 大多来自于股息多寡 部分业者为使ETF各期配息更为稳定 开始增设ETF凭准金机制 怠念是让配息更公平分配的准备金 目的是为了让每期收益分配 不致因新生购投资人而稀释 后来却因各家公告时间 资讯内容等差异 成为行销造势策略 尽管会接获不少检举函 众多检举函中 不乏是相当专业的pro级投资人 指标业者私下表示 几乎周周被检举 高股息ETF的配息来源 包含是成分股股力所得 资本力的 收益凭准金等 因收益凭准金属会计科目 可能有调整空间 主管机关担心部分业者 滥用凭准金来吸引投资人 因有些投资人担心 高股息ETF配息会来自本金 导致走进 申购 右出 股息 都是投资人自己的钱 证交所表示 投资有价证券所获配的收益 向来是投资人理财工具之一 而ETF收益分配组成占比 影响投资人投资决策 为强化资讯揭露 提升收益分配资讯透明度 修正业者资讯公告作业规定 将股息 占比修正为 收益分配组成占比 增加揭露各收益分配项目占比资讯 证交所本次修正的是 对有价证券上市公司 及境外指数股票型基金 上市之境外基金机构资讯申报作业办法 第三条 规定发行ETF投资公司 应于停止收益人民不变更日 或发放基准日前 至少12个营业日输入收益发放作业期日 并应于除息交易日前 至少2个营业日输入 其收益分配金额 预估收益分配组成占比资讯与相关警语 新旧条文最大差异在于 原本规定公告的股息 自演修正为收益分配组成 以ETF收益分配公告最新一笔资料 群一台湾竞选高席00919 收益分配为例 其公告内容为 依本基金信托契约第17条规定 以评价日112年8月31日 本基金净资产价值进行 112年度收益分配之评价 评价结果已达收益分配标准 每收益全单位实际配发金额为 新台币0.540元 未来不能只写新台币0.540元 必须写明0.540元的收益来源 多少金额来自股息收入 多少金额来自资本利得等 A大回答 市场还是有一些醒着的人 我常和大家说 我就是会说实话给大家听 说的过程中会挡很多人的财路 所以会被一些人攻击 这些高股息ETF 半年配 即配 每个月配 它的玩法就是很简单 先是拿投资人的钱去追某一些个股 这样就能让ETF持有的个股股价上涨 最终ETF股价就会上涨 当ETF持有个股的股利率变低 这时ETF就用凭准金先配 因为很多ETF都去追某几档个股 所以就会产生差价损益 一开始散户会觉得拿到很高的股息 然后ETF还赚到差价 但这仅是ETF发行商拿投资人的钱去追高个股造成的 这绝对无法持续的 所以会有很多有良心的人去检举 主管机关也懂我说的道理 那些ETF要的单纯就是一开始散户进去的管理费及手续费 一开始ETF的股价如果上涨 这样就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进来 一开始就能用凭准金配出高股息 让散户有股价涨了 还拿到高股息的错觉 最终这些钱一定就是要投资者自己去支付的 这样说好了 我举个最极端的例子 ETF持续地买进鸿海 把鸿海的股价买到400元 ETF就仅持有鸿海一档 这时鸿海涨到400元了 ETF的股价当然也上涨 但鸿海股价400元时 股利率仅有1.25% 这时就拿差价赚到的凭准金一样配5%给散户 这样散户就会觉得赚到差价极高股息 但只要ETF买盘不持续 鸿海的股价就很难一直在400元 而且鸿海一年赚的钱就仅有10元 配出5元 ETF不可能每年从鸿海这拿到1.25%的股息 然后反售就配给散户5%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开始为了吸引散户才有可能办到 未来散户都进来后 股价就会跌回来 这时ETF就会损失差价获利 因为买到的均价高 假设买的均价300元 这样一年股利率就仅有1.7% 最终股ETF的股利率就只能配出1.7% 这么简单的是 很多散户却一直看不懂 真的就是很搞笑 一般讨论区网友说 我才不会买毛3到4的公司 而且鸿海是靠不断地并购别人才有这样的规模 而且还用融资借来的钱发展公司 A大回答 这就是一般散户对鸿海会有的刻板印象 但很搞笑的是是 他眼中所有的缺点 都是要成为有竞争力公司必须要做的事 之前我就有和大家说过 毛利率可以用来判断公司竞争力 但你不能直接用毛利率多少去判断公司的竞争力 例如台积电毛利率55% 联电毛利率35.7% 这两家是同产业的公司 所以毛利率的高低就能拿来比竞争力 所以台积电竞争力明显就是比联电强 那来到代工厂的毛利率 大概就是在6到7%左右 所有的代工厂都是这个毛利率 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懂 因为代工业是整个产业的终端 最终产业的总价格当然是比较高 越是上游的公司 算的就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价格 所以单价相对低 这样说好了 上游关键零组件200元 公司能赚100元 这样是赚100元 毛利率50% 到了最下游的成品 每个关键零组件价格都一起算 成本为2000元 这时你一样赚100元 这时毛利率就仅有5% 有一些书没有念透的人 直接就拿毛利率在那比竞争力 宏达电毛利率41% 红海毛利率6% 这样你觉得宏达电比较有竞争力啊 真的是爱说笑 宏达电在它的产业中 对手是苹果 毛利率44.5% 这时会有人说毛利率差不多啊 但苹果每年的营收比较大 盈利率约30% 而宏达电手机根本没人要 营收很小 盈利率-97.9% 看到这里后 就引出一个规模的观念 当你的营收越大 你的盈利率才能越高 红海的竞争对手是力训 伪创 广达 和硕及人报 这5家营收加起来才和红海差不多 所以红海是具经济规模的 红海之所以有经济规模 就是从不断并购 合资 扩敞而来的 红海想要做到垂直一条龙 一定就是要在所有的关键零组件厂上布局 如果有现成的 自然就是用并购的 如果没有现成的 那就要花点时间及金钱去建立 最后网友说红海前都是融资借来的 以目前所有的上市公司 哪一间公司不会做一点金融负债以增加利润 以银行业来说 100元的资金中 有90元是借来的 连台积电这种一流的公司 100元中也有37.8元是借来的 红海则是100元中有58元是借来的 广达则是100元中有74.2元借来的 一般代工厂普遍都是100元中有70到80元是借来的 所以红海在同业中算是负债比低的 有时你在看摔红海时 也许是你自己的程度有问题 而不是红海有问题 一般讨论区网友说 红海以前配的现金很少 所以投资红海赚不到什么股息 A大回答 大部分的公司分为成长期 平稳期及衰退期 之前的红海还在快速成长期 当然就是要保留大部分的现金在持续投资 然后配股票及少量的股息 我看上红海时已经不是快速成长期了 而是稳健期 这个阶段的红海就是会配五成左右 几年后如果变衰退期 就会变伪创 广达 英涅达 光宝科那样 赚到的都配出来 因为若是他们保留了很多钱的话 公司是无法创造其相对的获利 所以就要都配出来 一般成长期的公司风险相对大 稳健期就是很安全 因为已经成长到王者了 虽然没有快速成长的效果 但稳健获利即配出一半席 这是很香很甜的 未来到衰退期 红海就成了高股息了 赚十元配八元 很多散户搞不懂高股息的意思 对巴菲特来说 他是不配股息的 这样就不会被课税 巴菲特觉得给他再多钱 他都能一直创造出很高的获利 所以巴菲特敢一直保留获利 这就是巴菲特猛的地方 像中华电信 赚五元就配五元给你 一毛钱都不敢保留 因为只要一保留 那中华电信的肉就会变差 中华电信肉就是十倍 净值五十元 获利五元 鸿海肉也是十 净值一百元 获利十元 虽然中华电信及鸿海都是配五元 但鸿海每年会有五元的净值增加 这也是我说的 买中华电信的话 股价的成长一定是会受限的 新闻说 玉龙城于9月28正式开幕 执行长颜陈立莲惊喜曝光纳志杰N7人做 此时现身的纳志杰N电动修律 似乎正在暗示品牌已在最后筹备阶段 最快年底拼上市 纳志杰N7人做首次曝光 执行长颜陈立莲金与N7人做一同现身开幕的玉龙城 7人做的N外形设计与五人做大同小异 不过拥有更多元的三排7人做空间规划 未来将提供给国产电动车市场更多元选择 关于7人做资讯目前尚未透露 但相信规格与五人做相近 参考五人做资讯 目前已知有单马达入门车型拥有420公里续航力 并还有700公里的长程版与双马达的性能版 座舱配置上 纳志杰N具备全数位仪表 直立是中控荧幕的数位化座舱设计 并减少传统实体按键 排挡杆 提供三种驾驶模式选择 同时ACC、AEB、LKA等驾驶辅助功能也一应俱全 达到了LV2自动驾驶辅助等级 不排除将要三目标迈进 值得一提的是 纳志杰将在10月12日举办重大策略说明 将公开未来的充电桩等细节资讯 随着N5人做 7人做都陆续曝光现身 相信届时10月将带来更多消息 网友Kamikajapan分享 别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反正我继续加码持有就是 有些人很奇怪 投机股没赚钱没配息的股票感一直爆 就爱买那一两张 妄想涨个十几百分之就卖掉后换下一档 这样一直挖洞给自己跳 说真的对财富没有任何意义 像鸿海这样稳定 只要持有就能不败的却不敢买 也抱不住 蕴含精髓却又简单能经得起考验的方法 前几年我鸿海买在八十几到九十几元 我确信一年多后就是稳赢 现在一样在105续买 也确信能稳赢不是很正常吗 股市的波动本来就是常态 若没办法适应会很痛苦 股市是一种金钱移转的设计 把钱从没耐心的人移转给有耐心的人 享受鸿海稳稳布局的成果 眼光放远 聪明的 就懂 感谢A大分享 网友Levato分享 股市真的是非有效率的 但是这对于长线投资人来说真的是没差 因为就好像鸿海公司努力经营 每年时间到就分配股息 大额资金的5%累积起来真的很棒 另外还有约5%累积到净值 加总起来每年约当10%的资产增值 退休生活品质无忧 趁着股价下跌赶紧办理给儿子的股票赠予 几年后3加3发酵股价疯狂 届时儿子的购房基金或是创业基金都没有问题 网友CCR分享 买到鸿海今天的大跌是没感觉的 因为买进并持有 稳稳领着每年的真金白银才是最终目的 之后股息再投入 让基本持股增加 财富自由就不远了 既然不是为了投机赚差价 根本无需配合外资群眼内心系 鸿海300 网友PW3579说 我早上看哦 104.5就跑去睡觉 毫无内心系 起床看收盘104 无感 反正跌多了我再买 网友Claire Wong说 对呀 盘前看外资内心系 他们假挂卖103元 我就挂买 结果也没买到103元 只有成交104.5元 其他挂盘前外资片要卖的价位都没成交 网友N3986分享 我是在股市受过伤才回来看一大文章 说真的勾具到肉 讲到我的心坎里 有的人运气好刚开始就遇到A大 觉得股市赚钱好容易 真的吗 去试试就知道了 如果你的第一张股票是鸿海 然后你乖乖的听话照做相信你要赚钱真的不难 就怕你过程中搞小聪明 你到时就会发现 在鸿海是因为A大稳定心里面 去投机股会发现你心理素质其实没那么厉害 因为以前投机股起伏太大了 所以我抱红海很无感 唯有你经历过投机赔钱的阶段 你才会更相信无聊赚钱的可贵 网友Huberi分享 上周把A大影片分享给一个50岁左右的同事 他看了两三集就跑来跟我说 这是一个告诉人要长期投资股市的影片 而投资鸿海可以有约5%左右的股息可以领 其实高于5%的股票也很多 他自己也挑选了很多档 我告诉他你只看到很表面的一些资讯 如果你想要有一份稳定的被动收入 你还是看几个月再跟我讨论吧 看到他就想到以前的自己妥妥的就是一颗韭菜 永远都以为自己很厉害 讲到投资就以为自己很厉害 没时间看盘赔了就怪自己的工作性质无法看盘 不适合买股票 但些A大改变了我 每天提供我们红海新的资讯及灌输股市知识 冲刷我的韭菜思维 网友4C2分享 以我过来的经验 中长线价值投资最难的在于心里面 我投资红海在没认识A大之前 知道是有价值稳健的公司 但却无法承担套劳的心理压力 所以只敢买进资产的5%而已 直到每天听A大的影片 才慢慢地产生健全的心理 将手上的保单 债券 定存跟基金全数转成红海 现在的我即便账面是负数 也不曾再有以往的担心恐惧 因为我已经拿了今年的真金白银 那是实实在在放到口袋的 所以我很清楚在持有下去 就能化解今年买入的成本风险 一起努力吧 红海三百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篇 快点快点 红海啥巴 红海啥巴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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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 热情 拜拜